Dunson Country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Equilibrium Consent的計算 KC 的計算的顏色是很簡單的 但同學做起上來的時候往往都是漏漏漏漏的 Data Treatment 上是有問題的 今次就抽了其中一條很普遍的 Verversible Gaseous Reaction 和大家做個講解和分享 以下來說要注意的要點 下一次只要你跟足來做的話 你要拿這些類型題目的滿分是一點都不困難的 但講過的話就要記實它 因為KC 的計算一點都不難 只是很煩的 只要你做慣了一會兒說要注意的地方 自然拿滿分是一個必然的事情 今次我們講的一個例子就是這個Habbar Process N2 和 H2 React Reversibly 給予Armonia 的例子 這個實驗裏面它就說4Mode N2 和10Mode H2 React in一個10DM container At Equilibrium 的時候 0.05Mode Ammonia 就會發出 同學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需不需要Ice Table 有同學可能不知道什麼叫Ice Table的話 輕輕說一說 所謂的Ice Table I就 stand for Initial 即是 chemical 一開始的時候的Amounts是多少 C有部份老師就沒有教的 他就說 chemical 在 reaction 裡面的改變是多少 去到 E 當然就 stand for Equilibrium 的時候 在 reaction 裡面的 chemical 的 Amounts是多少 這個問題通常同學者是學了一段時間 操了大量的題目之後 是容易會 confused的地方 畢竟有小部份的題目的確是不需要Ice Table 當然大部份的題目都需要的 但其實你覺得它一定要或是一定不用 都肯定是錯的想法 每年都有同學就會問 到底我們怎樣判斷 需不需要Ice Table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所謂的技巧 一看某些字眼之後就判斷到的 沒有的 我們一個叫做不是太過負責任的說法 這種說法就不一定正確的 就是在題目裡面 At Equilibrium 的前和後都有數字 去indicate chemical 的 Amounts的話 你就需要用一個Ice Table 因為At Equilibrium 前的數字 其實就代表了 D chemical 在一開始的時候的Amounts是多少 At Equilibrium 後的數字 就是Equilibrium State 下的D chemical的Amounts是多少 很明顯這樣的情況下 題目裡面所牽涉的數字 是相處於兩個不同的時間線 兩個不同的時空 我們計Case的時候 是計Equilibrium State的Amounts 既然它比D是一開始的時候 比D是Equilibrium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個Ice Table 去幫忙幫忙 我們在題目裡面看到 At Equilibrium 前和後都有數字 就需要 當然剛才說過 這個說法就不算太過負責任 不是每次都中的 最正確的做法真的沒有辦法 是要小心點去看題目 理解題目的意思 去看它的數字上面 是不是真的indicate 有些是一開始 有些是At Equilibrium的情況 只要條題目 全部的Equilibrium的Amounts 都給你的時候 你就不用Ice Table 但是如果不是的 是身處於我剛才所說的 兩條時間線的話 你就需要用Ice Table 去找出所有東西 At Equilibrium的Amounts 第二個問題 就是大家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就很興奮想抄襲下去 4、10、0、0、5就抄襲下去 這樣的話就會犯了大忌 初學者是很容易犯這個錯誤的 就是我們計算C的時候 除了個別的題型 這個我們暫時今堂的 這個Sharing 就不說了 在個別的題型下 我們不需要用Concentration去計算 但是極大部份都需要的 別人給了個Mode數 你就不要笨蛋 就這樣塞個Mode數下去就算了 我們是要計算一個Concentration 去做個計算的 換句話說 既然這個Reaction 是在10個DmC的情況下 去做反應 我們一開始下的Amounts 就將會是0.4m的N2 和1m的H2 At Equilibrium的時候 Ammonia form出來的Amounts 就將會是0.005m 明白嗎 然後現在藍色筆寫的數字 就是題目中給到你的數字 現在我們用紅色筆寫的數字 就是你自己計算的 這個當然就是0 其實這個不用計算 就這樣寫下去也OK 然後0變了多少 變成0.005 所有人都知道是0.005 然後你不要以為C 全部都寫了是0.005 這樣就錯了 因為條Equation裏面的Mode Ratio 1比3比2 是會影響到一個Change的 兩份的NH3是多了0.005 一份的N2會少了多少 就是0.005除2 將會是減0.0025 1份的N2是0.0025的下跌 3份的H2是否要將0.0025乘3 將會是減0.0075這個數字 1-0.0075就是0.9925 接著0.4-0.0025的話 將會是0.3975 當我們有足這三組的數字的時候 就可以真真正正地做個Case的計算 提醒同一件事 如果你是長期地 會犯了這些錯誤這些錯誤的時候 對於自己在計算Equilibrium 這些東西的Concentration 是多少的準確程度 是有一個懷疑 即是不太相信自己的時候 我強烈建議你 你在計算個Case的時候 不要馬上濕個數字 將個Case expression寫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Case expression是有分的 In case如果你的數字是錯了的時候 但你有這個東西 你最少起碼都拿回個列式分 如果你這一群的數字是錯的 就算你用回這個方法去列式 它都不會給你分數 所以如果你對自己的數字上 不是太有信心 這個就是一個安全的一個網 最少幫你撿回一分的分數 比沒有好 接著我們濕數字 0.005 記住就要Square 剛才這裡我都有記錄的 Mode Ratio會影響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Reaction裡面的Change 第二樣東西就是計算C的時候 Stochymetrical Evasion 是會影響到Concentration上面的Index 0.005的Square 0.3975 再乘回0.9925 接著這裡就是三次方 好了我們督督計算機了 0.005的Square 除回0.3975 再除回0.9925的三次方 那我答案將會是6.43x10的-5次方 好了那搞定了嗎 很多同學初初進入這個 Form 5計算的課程裡面 都會留意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單位 單位由Anfaby Change of Reaction 這課書開始就已經變得很重要了 去到Form 6的時候 你學這個Rate Constant的計算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Form 4的時候的確是令到大家有一點點養成了壞習慣的 因為在Form 4的時候 計算這個Concentration Titration裡面 你不寫單位 暫時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一直都這樣跟同學說的 單位的重要性是非常之高的 千萬不要想著只要個數字就算了 這裏我們會說上面是有Mode Per Dm Cube的二次方 不過我一直都不會叫同學用Mode Per Dm Cube來約單位出來 約到死了嗎 我們會說這裏是M Square M stands for M Per Dm Cube 下面是不是M的四次方 那這裏其實是不是M的負二次方 好了那你不要寫M負二次方下去 外角式是OK的 但是DSE這個位置很威脆的 它就不讓你用M負二次方 你是需要將M的負二次方 sub到Mode Per Dm Cube的負二次方裡面 OK 簡單來說 我們最終的單位就是Mode負二Dm六次 好了這次的sharing就到這裏為止 如果覺得我的短片有幫助的話 當然就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按鈴鐺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短片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的帳戶 我間不足都有些文字的sharing 如果想跟我學完整的課堂的話 除了我的小組教學之外 大家也可以報回我的video class 我的video class在大家考DSE之前 都可以無限次重溫的 亦都當然可以在WhatsApp或Signal 裡面無限問我問題 以及每一個的regular course 我們都會有個test Make sure大家在學完些東西之後 都可以用一些技巧去做exam-oriented的題目 那這次的sharing就到這裏為止 下次再見 Bye Bye Bye